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此一来 我们就有能力去处理更复杂的平面图形面积求职问题 目前我们所关心的课题 当然还是定积分的求职问题了 但由于其定义 牵涉到黎曼盒在取极限的复杂技巧 所以无法直接从定义出发 进行求职 因此我们尝试寻求替代的方案 而维积分第二基本定理则提供了解答 以下是对应的叙述 假设函数小f是定义于ab b区间的连续函数 则其在ab b区间的定积分 可有某个函数大f在上界b点的数值 再减去其在下界a点的数值 其中函数大f可以是任何一个小f的反导函数 也就是依照定义大f的导数会等于函数小f 这个叙述是定义于维积分第一基本定理推导而来的 首先假设函数g即为维积分第一基本定理所提到的面积函数 以及函数小f在a至x的定积分 其中x是介于a与b之间的数 则有维积分第一基本定理 该面积函数的导数 以及g'应当为被积分式小f 不过有假设 大f为小f的反导函数 也就是大f的微分为小f 另一方面由上次我们了解函数小f也是g的导数 因此大f与g皆有同样的导数 所以它们必然只差一个参数c 于是我们可以将大f改写为g of x 再加上某个参数c的形式 接着我们尝试将参数c表示出来 考虑大f与a点的数值 从上次可知 b为g of x在a点的数值 再加上该参数c 不过由面积函数g的定义 它即为函数小f 在上下界皆为a的积分 再加上参数c 但是如同先前所提到的 若定积分的上下界皆为同一个数值 则其对应的结果就会是0 所以这个数值大f of a 就会是该参数c 最后计算大f of b 减去大f of a的差值 其中大f of b 依照前面的表示法 应当是g of b 再加上该参数c 而大f of a 由上次应当为该参数c 因此这个差值 必然为g of b 而由先前g的定义 这就是函数小f 在ab区间的定积分 我们留意该变数t 亦可以变数x来表示 机会到原先的提问 因此我们就推导了 为积分第二基本定理 所对应的公式 一级点续函数小f 在ab区间的定积分 可以借由任意一个小f的 反导函数大f 带入上界b的数值 减去带入下界a的数值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会将这个差值 以后方的表示法替代 它所代表的是 将中括号里的函数大f 带入右上方的数值b 再减掉带入右下方的数值a 也就是前方的结果 使用这个符号 将于书写上为我们带来便利 然而在某些场合 我们会将中括号 以后方加上一条杠来取代 一级写为最后的数值 它所代表的仍然是 该参数大f 带入右上方的b 再减去带入右下方的a 所对应的差值 现在我们示范以下的范例 在例题a中 是求x的二次多项是 x平方减4x加2 在1、2区间的定积分 由上方所提到的 微积分第二基本定理 我们首要之物 是求这个被积分式的反导函数 而凭借对反导函数公式的认识 这个结果应该是后方的x三次多项式 带入上界2 再减去带入下界1的数值 不过有简易的计算 其数值分别为-4分之4与1分之3 因此最后的答案 就会是-5分之3 在例题b中 是求函数cosx 于-2分之π至2分之π的定积分 套用微积分第二基本定理 我们先将目标放在被积分式cosx 这个结果就会是被积分式cosx的反导函数 也就是sinx 带入上界2分之π 减去带入下界-2分之π的数值 以及sin的2分之π 减去sin的-2分之π所对应的差值 也就是后方的1减掉-1 所以答案就会是2 我们可以从图示来解释这个式子所代表的意义 考虑函数cosx 在-2分之π至2分之π的函数图形 它就会是右侧的红色曲线 而这个范例的定积分 就是曲线下方绿色区域的面积 而有以上的结果 这个面积值就会是2 在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为积分第二基本定理 主要是利用反导函数的技巧 来实现定积分的求值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方法也非常直接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经手这个技巧 以处理相关的提问